因为是六岁的一场车祸 我放学回家路上 我就方向感不是很好 就那个车子一直在打喇叭 我就慌了 她就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了 她就被那个车子压到了 从那个以后 妈妈不仅对我不离不弃 还每天照顾我 我妈妈还要去上班 现在我也长大了 她年纪也很大了 她抱着我手就会很湿 很痛 所以今天来到现场 我向妈妈告白 那你向妈妈告白要说什么呢 我要谢谢妈妈 谢谢妈妈对我的照顾 我还想让她不要那么辛苦 每天挣钱 还要给我装甲子 还有朋友练我 我希望她让我坐轮椅 她为什么不让你坐轮椅呢 她说坐轮椅 就整个人就坐下来 觉得舒服了 就没有那种奋斗的精神了 她自己那么累 她要让我以后也知道 苦 今天谁带你来的 叫我跳舞的老师带我来的 妈妈知道你来吗 知道 我告诉她 我是来表演的 没有告诉她 我向她告白 三年前 放学途中 遭遇车祸的子怡 不幸失去了双腿 从失去双腿那天开始 子怡的母亲就因自己的疏忽 而将失去双腿的子怡 紧抱怀中 无论上学放学 吃饭出门 她都不愿子怡坐上轮椅 可是 从小就梦想做一名舞蹈家的小子怡 希望妈妈能放下怀抱 今天子怡由舞蹈老师带领 来到告白的现场 希望实现自己的小小心愿 那么 一直不肯放开怀抱的妈妈 会来到现场 接受小子怡的告白吗 你没有腿 为什么偏偏喜欢跳舞 我觉得跳舞 就让我感觉到 我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的 让他们知道 残疾人也能跳舞 我和正常人是一样的 妈妈会不会来呢 会不会接受这样的告白呢 那我们去开门了 叔叔 可是妈妈看见我在轮椅上 会不高兴的 我还是坐地上吧 你摁不到那个灯的键 好 先别摁啊 你特别怕妈妈生气是吗 是 那今天 她如果要是不来 你怎么告白呢 那我就对着电视机 对她告白 那如果她来了 发现你是对她 有这样的要求 她不愿意答应你 那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但我一定会努力的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